大家好,我是木子可可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逆短针的勾织方法 就是最外面这层花边 我们叫逆短针 就是短针逆向编织 一般勾织物品的边缘或者是发甲的边缘 这种针法用的比较多 我们这个是分底的帽子 我们在边上勾一圈这个逆短针 下面来讲一下它的勾织方法 我们正常的短针是从右往左进行勾织的 那么逆短针顾名思义去逆着来的 就是从左往右进行编织 大家看一下针法 我们勾针编过前一个逆向的 穿过后面这一个织目 这样穿过来 然后勾线 勾过来 然后再绕线 勾织一个短针 这样就一个逆短针 下一个 同样的 同样的往后面 穿过这个针目 然后勾线过来 然后绕线 勾一个短针 这样我们就勾了三个了 多勾几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黑色的线可能看不太清楚 我慢慢来大家看一下针法 勾织上一个线圈 然后往右边穿过这个针目 穿过来 勾线 带过来 再使勾针上是两个线圈 然后绕线 一起去掉 一起去掉 下一个织目 穿过来 勾线 勾针上两个线圈 然后绕线 一起去掉 这就是逆短针 勾出来的花样 就是这样子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哦